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雲哥 大家好,我是居然 今天我們這一集 我們要改個名稱 叫做屈雲到你家鸚鵡神救援 因為這個影片之後都會在雲哥這邊開放 就由你這邊來播 那我們今天到底要救什麼鳥啊? 金凱 金凱 新手嗎? 對,新手 很多新手都喜歡養幼鳥嘛 對不對 今天是幼鳥還是 學吃完的鳥 學吃,穩定了就對了 教牠一些生活的東西 等一下就去跟牠們會面 OK,那我們走吧 跟英武互動你要把牠當人看 你切記不要把牠當動物 就是直接怎樣 你就是你認為你要跟這個人怎麼相處 你不爽直接罵牠沒關係 但不要打牠 你誰喜歡被打 但是做錯事難免用念的OK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跟英武互動是要用念的、罵的、管的 但是你千萬不要動手 你看 牠很自然 這個如果鳥真的有問題 牠不可能這樣在你身上那邊展示 好,好棒 我都要掛獎牠 牠非常喜歡聽人家 我現在在教你的事 回去你就這樣跟牠互動 那我等一下做一個示範 這隻鳥會咬我對不對 就是牠會兇嘛 因為牠不認識 我等一下教你 直接怎麼樣跟一隻新手的鳥 怎麼直接錯接觸 我要教你 這個要學好 現在我對這隻鳥是不熟的嘛 那 我們當然這個是我有幫你測試過 你猜了 你不能說看到鳥回去用這個影片 啊,牠隔去越野我講過 手就直接伸進去 牠直接見血喔 你看好,我們進去就這樣 跟牠不熟嘛 你應該知道 然後摸,摸齁 鳥喜歡摸牠下巴跟臉頰 那有個技巧 你這樣摸齁 牠這個 你要直接壓住之後這樣 這樣揉 什麼叫揉呢 這樣叫摸 這樣會很不舒服 這個點壓住之後 皮膚跟著動這個叫揉 好,你看 好,揉 壓住之後這樣 有沒有 來試試看 你看我從 你看 我只在上面牠頭馬上轉 有沒有 但是我在下面牠看得到牠有安全感 你要上手的話 胸骨在這裡 往上靠 往上靠 這個手往下拉 慢慢練 然後練到牠有一隻腳 站上來這個腳 你就往上一推 用一個壓力 往上一推 你看 好,上來 好,你上來 你看 上來一推 有沒有 就是這樣練習 一天大概五次 你不要一直練 牠覺得牠很好玩 一直用牠會不爽 就是你這件事情 見好就收 不要一直過度 牠會覺得 很煩 知道齁 然後往上一推 你看齁 有沒有 推上來 往下 好,這樣就是上來 但是你要戴口令 你不能沒有戴說說 杜瑋家 你也不知道幹嘛 所以你要順便戴口令 說來上來 後面你可以練牠握手 可以練牠握手 你好棒喔 握手 這個你不用學啦 我只是讓你知道 你近拍 就是我要戴那個環 牠到底要怎麼去戴 這個不鏽鋼 牠在戴危險 就是牠的硬度太硬 牠不像一般的鐵 直接夾下去 所以要夾這個 一定要有人輔助 有沒有看到 夾緊 齁 齁有沒有 那你回去的外出鍊就扣這個 牠現在有修雨 其實就比較安全 好,慢慢翻開 沒事 齁沒事 沒事 哇,你好棒喔 牠戴上去 有的鳥 如果你三年後給牠戴這個 牠會反感 牠會一直咬 咬到牠皮膚會受傷 但是牠現在不知道 你看牠戴上去沒有直接去咬這個 代表牠習慣的 現在就是 我要準備用那一招給你看喔 這個手齁 就直接這個樣 枕頭 我影片有教到很細 壓進來之後 無名指 你如果沒有那麼大的那個 放一支筆 齁我有教過嘛 直接放一支筆 牠抓這樣是沒有安全感 所以牠覺得要握東西 牠才有安全感 那牠已經抓住我就 省了我的 無名指跟那個嘛 那就是你看喔 身體要平的喔 再教學一次 身體要平的 然後鳥的頭 靠在這個食指當枕頭 我的 大拇指的指腹 中指的指腹跟 食指的指腹 直接扣住牠三個點 就是我剛剛壓住牠 注意看喔 我開始按摩 我三個點都在動喔 你看 這個是就是我拍那個零到六個月 一招就直接解決了 那這隻鳥跟我不熟嘛 確認的嘛 那這個畫面一出來的時候 幾乎可以壓掉七成的鳥 但是是零到六個月 這隻應該是超過了 平的喔 為什麼身體要平 因為身體不平 你只要讓牠的翅膀有一個作用力上來 牠的頭撐上的時候 牠的力道很大就可以掙脫 那掙脫的時候 有的胸鳥就會直接去咬你的手指頭 所以非常危險 所以你一定要用一個東西讓牠有安全感 其實保溫燈就是牠的 第二件外套 不是因為小朋友或是大人 要不要穿外套 是冷了就覺得要穿 那你如果覺得說 牠應該不需要我抵抗力很強 那你十次含牛奶再怎麼強壯呢 也不小心會感冒 那我們就是在防這個感冒 而不是說牠必須要 而且鸚鵡在台灣是根本沒有的東西 牠是中南美洲那邊來的物種 所以台灣是環島嘛 濕氣又重 我們的台灣含牛比日本還要冷 因為我們是濕冷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互助牠 萬一第一個時間有狀況 這個會先救了牠 很多是送醫之後沒有救的原因是 牠根本不知道原來牠濕溫狀態下 你又給牠拖地醫院 然後再回來牠的命已經半條不見了 然後為什麼餵完藥馬上掛掉 因為藥的藥效太強 你身體在虛的時候 你藥直接進去 你的身體受不了就直接倒了 聽得懂嗎 不是醫院 不是那個醫生診斷有問題 牠的藥劑是以這隻鳥的體重去算的 所以保溫燈的使用就這樣 你只要注意這條電線喔 不要讓牠咬到 牠這個機動性很強 你只要一帶就出門了 喔 你要這麼多喔 你看牠多喜歡小鳥 這個宣導一下 各位啊 各位你們喔 你們初學者不要再去買這個 這個量已經有點離譜了 雲哥你到時候再講一下 拜託 這個東西你一定擺地上嘛 那我會 牠的大便會卡進去 你就不好親 那我建議喔 回去用一條牛精神 人家說會用束線袋 直接束住之後 掉在上面讓牠去咬 牠比較不會污染 那這個碗 其實還好太淺了 對牠來講牠很容易撥出來 這個也不適合 但是可以裝一隻 因為牠有時候你過去可以讓牠練習粗的 就像我們人的手 抓這個太細 我們的粗力其實不好粗 那假如我拿的棍子是這麼粗 我的粗力會更大 聽得懂嗎 因為這個不符合我們的工學嘛 我們的手的大小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嘛 所以這個你可以掛 但是就一隻就好 這個才是在標準 你看 牠掛下去的 75% 盡量讓牠空間大 不要 要把一個自己住的房間 然後搞到全部都說 你媽進去 有會覺得這個能住嗎 你可以一個禮拜換一次啊 可以可以可以 哇你真的 好野人啊 我想說那是消耗品啊 對啦 這個太大組了 可以啦 這個都可以掉啦 阿你就是 這禮拜這一組 阿你下禮拜換這一組 就是讓牠嘗鮮 牠會怕啊 牠會怕啊 剛看到會怕 這個如果掉在牠房間 我突然間開門這樣晃 我很會嚇死 這個到底嚇死 那我現在跟你講 你要怎麼讓牠適應 在賣相 Home 放牠們 在牠們 在牠們 現在 forecasting 你 那我們今天救援成功 今天的那個鸚鵡神救援成功了 然後這個影片會放在雲哥那邊 如果有喜歡的就去那邊訂閱按讚分享 這隻叫悠悠 有問題只要在高雄 我能力有時間範圍內可以去幫你們的 我絕對會去處理 那像新手不懂的 像這種我建議真的是由寵物鳥直接入手 千萬不要再去養幼鳥 不是不讓你們養 你沒有達到那個水平 千萬先不要去嘗試 好啊今天影片做到這裡 我們要對那個講的 你好想哭很感動 好啊那比個月就好 掰掰